一整天工作下來 會感覺非常疲勞 喝茶 還是喝咖啡 恐怕這對於解除疲勞來說 是一個大災難 趙醫師 為什麼呢 當你會勞累的時候 我們看看 代表這個負電荷不足 不足之後 這個細胞膜內外的這個電位 也許90 100降到78是 不夠 不夠的時候氧氣就進不來 那你這時候才會累 所以一個人要健康 其實負電位要夠 如果你身體勞累 那你又喝咖啡 看起來有精神 其實你身體一直在產生 更多的廢電 廢電產生之後 你這時候身體氧氣都不夠 所以一般人會講說 你就開始所謂的酸性體質 可是實際上酸性體質 它是個假液體 它是一種說法 它其實是說 細胞膜內的負電 慢慢變到正電 那這時候負變症 你當然就會產生癌症的問題 那我們怎麼樣 讓我們體內的負電位變多呢 很簡單 你只要會呼吸 氧氣進到身體裡面 就帶生物負電 它是唯一一個 可以提供你生物負電 讓你正電慢慢的回歸 所以其實你累了就是休息 沒有什麼好方法 當然如果說大部分的人 還是得要工作 忙 很多的藉口 那有時候就是取巧 怎麼會取巧 你說你到戶外 綠地 你把鞋子脫了 或者你鋪一個棉的浴巾 你坐在上面 你可以把身體的肺電排掉 坐得越多 你的身體 至少是在這個臨中間 至少遠離這個疾病 所以就到戶外 坐在戶外就可以了 站著或坐著 可是空口說白話 我們要做實驗 有辦法實驗嗎 再公證明看嗎 沒有問題 好 趙醫師 接地真的能夠改善疲勞嗎 沒有錯 瞬間 好 當然你搭配呼吸是更好 我們可以來做個實驗讓你看看 好 我們來看看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 這個我們在測那個 放鮮器 行李重量的 那你看看那個拉力 大概有多個 好 這看舒適 好 開始 我開始做囉 大概那個數 要了 4.56 4.56 這是什麼 接地板是嗎 它是一個接地墊 我們有透過診所到戶外 接到戶外去 那我們就要麻煩你脫個鞋子 我們再來看看 你接地之後 你的肌肉力量有沒有改變 真的嗎 那就看你的拉力 好 為什麼要做這個拉力的試驗 當然看看你接地前後 你的身體肌肉力量的改變 如果變大了 當然代表你好像疲勞解除了一點點 那如果說更沒力 要代表你更累了 看看這個數值大概跑多少 亮了 6.98 剛剛是多少 4.58左右 真的接個地就差很多了對不對 你的力量就增加了 對 力量就增加了 代表你真的累壞了 建議爸爸媽媽帶孩子 全家到戶外曬太陽 然後盡量躺在綠地上 你就是整天把這一個禮拜的辛勞 把它排除 可是像我們家一天到晚 從工作 從早上到晚上 根本沒有時間到戶外 有沒有什麼取巧的方式 該出去還是要出去 這幾乎是無可避免 當然深呼吸 你可以讓副電腦多一點 睡覺前 睡覺後 你就沖個澡 實際上你在做沖澡的時候 就是跟戶外接地 所以大家都知道 打雷閃電你不可以沖澡 因為你跟戶外的電相通 雷是也淋淋雨嗎 當然淋雨你都在戶外了 對...沒錯 好 各位觀眾 時時沒事就跑到戶外去 接個地氣 會讓你的身體更健康 人體實驗室 我們下次再見